喂,Hello YouTube 公眾,我是Gelvin 今天這條片,有可能即拍即剪啦 或者過兩天才出啦 看看今天怎麼剪得遲 今天呢是... 安省... Lockdown... 第三次... 的第一天 那其實呢,我今天... 要上班啦,剛剛下班 所以就... 趁這個機會,就... 告訴大家一下 第三次Lockdown的第一天 宣場如何 那其實... 今天...星期六啊 人量就好少的 不知道那些人這麼乖 一聽一下Lockdown 就真的... 商場靜塞 不過... 所以說給大家聽呢 就...所有的商場... 裡面呢 是開了那些店舖的 現在的第三次呢 就... 主要就是... 那些... 餐館啦 不能在唐食 或者是... 在外面派對啦 只可以外賣啦 那...所有的健身都關掉啦 那... 其餘那些呢 就是開的 那...政府聲稱 就...他們會有... 更多的... 限制啦 但我就不覺得... 有些什麼限制啦 Mall依然是全部開了的 人... 全部都會進來Mall的 不過今天呢 就第一天就... 不是說... 非常之多人啦 所以今天... 就... 周圍逛逛 就拍給大家看一下... Maffel Mall裡面... 那個情況啦 那... 整個永遠都是... 那麼多人 那... 今天條片都是短短的 不是很長的而已 就... 直擊給大家看啦 那...第一天 都是沒什麼... 人... 人... 走啦... 可以見到 那... 那... 其實... 所有的商場 其實就是開了的 所有的店鋪是開了的 那... 那...可能那些人呢 聽到Lockdown呢 就以為... 那些商場沒有開啦 那... 就證明有些人呢 其實... 就是沒什麼看新聞啦 那... 那... 以為Lockdown鍵全部... 不開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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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今天... 那... 其實我今天... 都是要上班的 就... 剛剛下班 那... 還有一點點的空移時間 就拍給大家看 跟以往的Lockdown有什麼分別啦 那... 那... 其實以往的Lockdown 全部是關掉的 那... 那... 大家都應該知道 政府都說過... 那... 這一次的Lockdown 主要就不是這個... 劉嘉玲啦 就主要就是說... 限制一些... 進去店鋪的人數啦 例如... 有些是... 限制50%啊 有些是25%啊 那... 那... 他又沒有列明清楚 所謂的50%是多少個人啦 25%是多少人 那... 即是一間店鋪的大小 原本限制多少人 意思就是 原本是可以給多少人 而50%是多少人 那... 那...他又沒有說清楚 那... 主要就是... 那... 那... 我剛才所說的 主要就是說... 那... 餐館那些就... 不能夠堂吃啦 還有... 有partial的你不可以在partial啦 其他那些都開啦 大gym那些就關了 那... 入店鋪的人數就限定了 但是他又沒有列明人數 限定了多少 只是說50% 還是25% 真的不清楚 大家可以看到 繞圈的人流 不是說很多 不知道人是真的這麼乖 聽到Lockdown就以為沒有開 不出來 現在好像 昨天星期五的數字 去到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去到三千多 今天又好像說是三千多 我沒有實際去看過數字 希望他們快些康復 最重要是這件事 那今天呢 就是簡單地繞個圈 短短地拍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了 今天的第一天Lockdown 即是第三次Lockdown的第一天 的情況是這樣 就這樣吧 條片到這裡 我們就知道 拜拜 下一條片見 對 rum 來 大家